新北市平溪天燈節往年活動期間 都吸引世界各地遊客前來朝聖 希望藉由溫馨壯觀的天燈起飛畫面 眾人集氣共同為世界祈福 今年更有期間限定的六大裝置藝術 等著大家來打卡 平溪區工作也邀請全國民眾造訪山城平溪 一起迎接幸福湖年的到來 我們2022新北平溪天燈節 預計是在2月12號跟15號 兩天釋放 那2月12號地點是在平溪國中 那2月15號元宵節當天是 下禮拜二是在十分廣場那邊釋放 那我們希望是說民眾的部分 如果進來參與這個活動的時候 要注意防疫的一些相關規定 雖然中間經歷了疫情的波折 但是2022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將帶領大家重新出發 重新點亮全世界 在俯虎身風展現活力的農曆新年 透過天燈傳遞大家祈福的心願 平溪是走春最好的去處 因此歡迎全國民眾開春來趟平溪 一起點亮天燈祈求疫情退散 很高興學校參與了天燈節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學校有十股隊的表演 在開場的部分 那學校十股的學生 藉由這幾年的練習社團 那也非常期待這場的表演 所以在老師的共同的努力下 我們希望學生這次有精彩的表演 那希望透過這次的天燈節的釋放 我們今年把它定調重新出發 然後為台灣祈福 那這次的活動的部分 主辦方市政府也特別設置了 六個地點的一個光雕藝術造景的部分 每天晚上從五點會點亮到十點 那延續從這個活動延續一直到 雲宵節過後 平溪區長表示 2022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兩場大型活動釋放 分別是在2月12號平溪國中 以及2月15號元宵節 在十分廣場舉行 為了讓大家順利參加活動 兩天活動都實施交通管制 並提供接駁車服務 另外配合防疫也會實施入場實聯制 量測體溫和酒精消毒 介紹為平溪採訪報導